同学们好,我是佳佳老师,欢迎来到春季课程当中的勾股定理与弦图 今天我们这节课所学的内容可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内容,有多古老呢? 同学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应该听说过这样一个口诀,在背朝代的时候有这样一个 夏商和西州,东州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背下来 就可以把我们的风险王朝全都给背下来了,对不对? 那这个有多古老,最早是在西州的时候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部分,勾股定理 那勾股定理呢,在西州有一个叫山高的数学家 他发现了勾股定理当中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勾三股四,贤五 那到了三国时期呢,又有一位数学家叫赵爽 他给出了勾股定理的一个一般性的证明 勾股定理啊,是在世界上知名度特别高的一个定理 我们中国叫勾股定理,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可能会叫做比达格拉斯定理 或者还有一个别称叫百牛定理 因为据说当时比德格拉斯学派啊 发现了这个定理的时候,可是杀了一百头牛来庆祝呢 可想而知,这个定理它有多么的重要 那说了这么多,同学们肯定会奇怪的 勾股定理到底是什么呢 是啊 对呀,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勾股定理的真面目 其实呢,它非常的简单 同学们也对它很熟悉 这是一个三角形,对不对 那三边的长度啊,分别用A,B和C来表示 勾股定理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如果这样的一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其中这个角C呢,是个直角 那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三边的关系 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应该等于C的平方 那勾股定理啊,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就是以G去直角三角形 然后得到三边的情况 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个逆过来的应用 如果对一个三角形来讲 它三个边满足这种情况 那么最大的这个C所对着的那个角 一定是个直角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定理 关于勾股定理呢,你看它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一定会有同学问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对不对 那在这儿,佳佳老师要说一下 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到现在为止 可有三四百种的 有很多数学家都为它的证明做出个贡献 那么有的证明呢,是以人物命名的 比如说美国的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德 他曾经提到过一个证明勾股定理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后来就被命名为总统法了 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摆动一下 看看总统法说的是什么 勾股定理有很多神奇的证明 但是这些神奇的证明当中啊 加加老师特别认可其中的一个无字证明 咦,无字也能证明 嗯,是啊 那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看 那勾股定理是不是说的是直角三角形啊 对 那你看,这个ABC三边所组成的是个直角三角形 能看明白吗 能 那左边这个图所构成的是一个大的正方形 那好,我要问问同学们了 左边这个大正方形的边场应该是什么呢 嗯,A,B,对吗 对 那这个是一个小正方形,这是一个中正方形 能看明白吗 能 那好,那这边呢,应该是几呢 嗯,A 也是A 对吗 对 那也就是说左边这个大正方形的边场应该是 A加B 好,那右边这个图啊,是我们今天下一部分要说的前图 它是由四个相同的直角三角形围成的一个图形 那你看,这边是A,这边是B,对不对 嗯 那到了这儿,是不是也是A和B啊 嗯 那你看,右边这个大正方形的边场应该是多少 嗯,也是A加B 好,那就说明左边大正方形和右边大正方形的面积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 对 那同学们想啊,既然它和它面积是完全一样的,那去掉同样的部分,是不是剩下的也应该完全一样 嗯 那你看看左边当中和右边图当中什么是一样的部分呢 嗯 有什么图形 三角形 A,左边是不是有四个三角形 对 右边也有四个三角形吧 对 那去掉同样的部分,剩下的也就是我们一样的部分了 而左边剩了两个正方形,右边呢,剩了一个正方形 你看看,左边正方形剩的面积是什么呢 嗯,它的边场是A,A方,B方 A,它的边场是B,所以左边剩下的是A方加B方 那右边呢 右边C方 看看神奇的无字证明就出现了 你看,A方加B方等于C方 哇 所以这个我给它叫做无字证明,什么都不用说 你看就能看出它的结论来 那么这么个神奇的勾股定理 它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神奇的勾股定理在我们的题目当中的必用 来,第一题 就下面各三角形当中位置边的长度 那一个一个来看呗 第一个三角形 那这儿有一个直角的符号,看到了没有 有直角就可以用勾股定理了 那同学们再想一想,勾股定理说的是什么来着 嗯,A方加B方等于C方 换句话说,两条直角边的平方之和应该等于斜边的平方 那好了,那在这儿看一看 谁方加谁方等于谁方呢 嗯,五方加十二方等于C方 好,那第一题也就是五方加十二方等于C方 好,在这儿要说一下 很多同学对于平方的运算呀,不是那么的熟练 比如说五方,同学告诉我,得十 那,无语了,对不对 五方是五乘五 十二方是十二乘十二 那你告诉我,柿子左边算出来得几 嗯,一百六十九 哎,下面就是一百六十九等于C的平方 应该等于C乘C,对不对 嗯 那哪两个相同的数相乘等于一百六十九呢 嗯,十三 哎,所以C应该等于十三 那,在这儿,贾贾老师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能够把一至少到二十以内的平方 全都熟练背下来的话 那么很多关于平方的题目 你就能够轻松的解决了 那,比如说十三的平方是一百六十九 十四的平方呢 一百九十六 十五的平方 二百二十五 十六的平方 嗯,背不下去了是吗 嗯,是二百五十六 那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你一定要在课下自己把它算出来 然后背下来 好了,那么我们的第一题也就轻松的可以搞定了 这个是不是用勾股定力可以直接的解决呀 嗯 对于一个直较三角形来讲 那两边都知道了 另外一边一定可以求得出来 那中间的这个 谁方加谁方等于谁方 嗯,四方加五方等于A方 哎,好 同学们 看看海孩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嗯,这两边知道了一平方加不就第三边了吗 好,那这时候你要仔细看看我们的勾股定力到底说的是什么呀 是两条直较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那么你看看第二道题当中 谁是直较边呀 嗯,四啊 四,还有呢 哦,还有A 所以这个式子列出来应该什么样子 嗯,A方加四方等于五方 五方 好了,那你看看 A方应该用五方减四方 对不对 二十五减十六等于 九 九 所以A等于 三 来,那第二题也就出来了 第三题稍稍有一点小小难度 那 这是两个直较三角形拼在一起的 这边二十四 这边二十六 这边六 然后B 问题是几 嗯 嗯 我怎样才能求B呢 B是不是在右边那个三角形里头 是的 那右边三角形当中我才只知道一条边呀 是啊 我要想求长度 我得知道两条边 才能知道另外一条边 对不对 对的 嗯,换句话说 我还得知道谁呀 嗯,斜边 A,也就是这条边的长度 对不对 对 如果这道题只有右边那个三角形 那你可是真的求不出来 但是 想一想 还有什么数据 嗯,左边也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 还有左边呢 嗯 而左边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 两条边是不是一致了 对 所以 这条边能不能求得出来 嗯,能的 可以的 对不对 对 那你会发现它的平方加上24的平方应该等于26的平方 而这条边在右边小三角形当中又是斜边 它应该等于6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 所以根据这个等式呢 我们可以列出来 B的平方加上6的平方 就是这条边的平方 它同时又等于26的平方 减24的平方 那计算一下 B就可以求得出来了 B应该等于8 好了 这三道小题呢 其实也都不难 只要大家熟练的记住了勾股定理 一定记住哦 是两个直角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那记住了 会用了 这道题就轻松 拿下了